这海神,到底什么来头? 传递完消息,文静道人自行毁掉了那只血纹。 洞幅角落的床榻上,他睁开一双狭长凤眼,翘脸之上竟是凝重。 被这个南海海神,人叫小法师三言两语说服之时,他心底依然带着几分不甘,但看到了那幅画作,今日听到了三人的讨论,见到了天庭之功德。 圣人画作,那绝对是圣人的画作。 其见一只锋芒,运转于简单的笔墨之间,其上残留的圣人气息几乎就要了让他到心被迫。 这位圣人老爷是谁?答案不言而喻。 这个海神不只是人教,背后还有结教。 莫不是,道门三教界龙族之士给西方教下了一个套,想算计西方教。 阴谋! 这绝对是圣人们的阴谋! 文静道人浑身轻掺了几下,心神都被那道建议所充满,眼前浮现出了南海海神那慈眉善目的化身模样。 这个南海海神,德通天教主与太清老子同时看重的存在。 自己,此前竟还开玩笑一般,用老妙主那般出丑,从而取笑于他。 轻轻吸了口气,文静道人突然又轻哼了声。 很好,这样的存在,才能让本女王听你号令。 但,今后,到底是你能收服我,还是我能收服你? 哈哈,哈哈,哈哈,哈? 洞府中,那笑声越来越没底气。 文静道人很快就捂着额头,低声骂了几句文污粗口,却是满脸无奈。 他现在已经被对方完全拿住了。 而且,仔细体会今日海神说的那几句话,他的今后,也已经被对方安排得明明白白。 面对此人,当真有些无力。 文静道人悠悠的一探,趴在床榻上,不知在想些什么。 偷袭南海龙宫,调虎离山,在袭击东海龙宫大婚之处。 会不会,文字已经暴露了,这是对方故意散出的迷雾。 小穷风,单房中,李长寿斟着文道人传递的消息,分析起各种可能。 他起身来回踱步,最后停在了窗前一束阳光中,凝神思索。 有趣的是,刚刚,文静道人似乎被他挂在中堂中的那幅山水画做下道了。 这一点,李长寿倒是有意而为,故意摆了通天教主的画作在那, 给算计他海神教的有心人一些警告。 借事为罢了。 但没想到,效果会这么好。 文静道人似乎一眼,就认出了那是谁的画作。 如此锐利的建议。 除去那位截取天机历教成圣的大佬,洪荒也找不出第二个了。 今日的文静道人,对他传声说话时,都细声细气了许多。 像极了隔壁大法师家刚进门的小媳妇。 此前这文静道人,心底并不服气。 上次来时,也捉弄了他这个海神一番。 今日倒是恭恭敬敬地喊一声大人,还主动问,有没有其他要吩咐的。 李长寿自不会忘记自家圣人的要求,对他语众心肠地叮嘱道,让道友此时依然在那里潜伏。 本意并非是要道友做这般传递消息之事。 道友当以不暴露自身为上,必要时,道友都可来砸我南海神教以保全自身。 他应该明白什么意思了吧? 毕竟不是什么蠢笨之人。 李长寿喃喃几句,在阳光中覆手而立,继续思索算计之策。 他想的,倒不是如何保护龙族,而是该如何才能彰显天庭威仪。 天庭此刻少兵寡将,玉帝正是最尴尬的人生阶段。 东穆公回答,天庭有无高手时,虽然答得痛快,但应是玉帝此前做了嘱托。 天庭确实有高手,兜帅宫中有圣人化身,玉帝,王母,本身修为也不容小觑。 但玉帝真正能调派的兵将,却没几个能用之辈,更别说请动大法师了。 斗兵实力尚未完善,总不能真的搞十万弯豆射手。 李长寿哑然失笑,他也不得不考虑,自己如果在这个时期表现得太过显眼,是否会引起玉帝的猜忌。 对于能够成为封神大劫发起者的玉帝陛下,李长寿一直给予足够的尊敬,也给了足够的防备。 为君臣,亦为对手。 毕竟他没什么忠诚可言,所图的不过是天庭功德,借天庭庇护自身。 万般算计,不过魏力,玉帝对此也应是心知肚明。 这次,西方教英会躲在暗处,让海族叛军作为他们的代理人,关键时刻会有如文静道人,深海妖族这般棋子显露。 如果西方交圣人弟子直接露面,那李长寿就直接请大法师出场,代表天庭导式。 玄黄塔一顶,大法师怕谁?而他这个小法师负责收龙族谢礼,躲在后面高呼大法师何其六,就够了。 妈,自己具体该如何应对,才能让天庭一方表露出举足轻重的作用? 这个倒是要好好考量,找准那个度。 只是这般思索,总归是有些不稳妥。 李长寿的本体在地下密室中睁开双眼,在地面铺开了两张画轴,开始细细斟酌着,仔细推演,将各方势力标注出来,一步步画图,推演各种可能性。 这次,李长寿三天就已谋划完全。 毕竟只是针对十一二年之后,熬以大婚之局,他可设计操作的地方不算太多,理清思路就足够了。 李长寿接下来,会给玉帝陛下再写一封奏表,秉明西方教之算计。 请玉帝陛下届时派两万精兵在东海上空潜伏待命,关键时刻就场,卖龙族人情。 两万精兵自然没什么太大作用,但若是两万精兵都拿上自己给的仙斗。 到时,各自催法,随手一洒,百万豌豆射手落在了东海之下,对着来犯之敌一阵狂呸。 那场面,这自然是玩笑话。 十二年的时间,足够李长寿培育出一两种威力更强,造型正常的仙斗兵配合两万天兵,应该能发挥出不错的效果。 而且,还能给人一种天庭吊兵数十万来源的错觉。 玉帝陛下,理应不会拒绝,此事才对。 李长寿打定主意,心神刚要切换到安水城那边的指导人身上, 他一直监察门内的仙石,捕捉到了一道身影,自破天峰而来。 此人气息内敛,面容鹦鹉,并且两缕银白长发,正是门内的天仙境巅峰高手,王傅。 可,忘情上人,那颗前世类,真的有效果了。 李长寿顿时露出了几分温和笑意,传声提醒正在草屋内呼呼大睡的小师祖一句,便切换心神,写奏表去了。 两个时辰后,李长寿驾云飞出单房,刚想去棋牌室找灵鹅叮嘱几件有关小师祖的小事,先拾一扫,却发现, 灵鹅与熊林立正躲在草屋中,一同鬼鬼祟祟,观察湖边柳树下的情形。 柳树下摆了一张矮桌,其上放着两杯香茗,原名富贵的忘情上人与穷凶极恶小师祖,正左右对坐。 两人时不时目光相撞,又各自错开,一个看向湖面,一个看向草地,又经不住各自有些尴尬。 忘情上人是盘腿坐着的,摆出了平日里打坐的首饰,两只手抱圆手衣。 江链则是女子常用的跌坐,双腿并拢,横在一侧,抬手捏,弄着自己一缕秀法。 她今日换了一身长裙,虽还是一瞬到底,但也恢复了原本应有的女子鲜柔。 起码看背影,也是十分不错的。 你,我。 两人几乎同时开口,目光摩擦,随之就各自避开。 你先说,你说吧。 于是,又陷入了一阵沉默。 李长寿挑挑眉,在旁悄然路过,去了灵娥草屋中。 灵娥小声问候着,师兄,你来了? 李长寿问了句,多久了,他们这样。 两个时辰,灵娥无奈地拍拍自己光洁的额头,茶水都换了三次了,还是没能开口。 熊灵力坐在地上,小声问了句,表兄,他们是在干什么呀? 李长寿笑道,谈一谈余声,说一说今后。 严霸,李长寿走到灵娥草屋中他专属的圈椅前,撩了下道袍,淡定入座,探道。 这种情况最是麻烦。 灵娥问,师兄,咱们能帮上什么吗? 难,李长寿皱眉思索,对灵娥传声道,小侍族口是心非,又耗面子。 妄情上人又是一心修行,师祖说什么,他就信什么。 这两种性格最是难搞,两人凑在一起,就如走钢丝一般。 这样,灵娥稍后你去换茶水时,不经意间提一句。 提什么? 灵娥小声问。 就说,李长寿柔柔眉心,感觉这是,比他算计西方教要费心多了。 你就说,三日后,小穷风上有一个小小的书画品见会,想请妄情上人前来观摩。 其实是什么理由都不要紧,只要给妄情上人一个合适的前来此地,跟师祖相会的理由,就够了。 灵娥顿时恍然小悟。 又小半的时辰,灵娥端着钢漆的茶,一计行事。 正如李长寿所说的那般,妄情上人没怎么犹豫,就点头答应了下来。 而施祖江灵小声嘀咕一句,你还会见赏书画? 妄情上人含笑点头,只是应了一声。 嗯嗯嗯嗯嗯嗯嗯。 不多时,妄情上人像是放下了一件心事。 齐声告辞,离开时的身影也透着几分轻松之感。 再看江灵,嘴角的笑意却是完全掩盖不住。 齐声回草屋时,也在哼着灵娥昨日弹奏的欢快的曲调。 灵娥顿时开心道,师兄,真的有作用。 自然,李长寿嘴角一撇,这点男女之事,唯凶我。 灵娥突然抿了抿嘴,联想到此前的杰杰东,小声嘀咕道,师兄,你怎么这么熟练? 李长寿淡然道,身在局外,自可纵观全局,你只是当局者弥霸了。 是,这样吗? 灵娥看向了熊灵力,后者那颗铁塔身形上的小脑袋顿时用力点了点。 表兄说得对?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说得对,灵娥不由陷入了思索,很轻松就被他师兄忽悠了过去。 正此时,屋门外传来一声轻壳,只见穷凶极恶的小师祖背着手,淡定地飘了进来。 那什么? 嘿嘿,长寿,灵娥。 师祖我今天厚着脸皮,拜托你们一件事。 李长寿连忙起身,笑道,师祖您有事吩咐就是,我与灵娥定会全力以赴。 灵娥也笑道,师祖,我们会全力助你,一鼓作气,将忘情上人拿下。 哼,拿下他做什么? 江灵儿没好气低道了句,如果不是他有节奏抖动的小腿,还真容易被他这般口吻骗过去。 江灵儿突然脸淡泛红,小声道, 你们俩,不是跟小九挺熟的吗? 我是想拖你们问问他,到底是怎么,才能,那么大,我就正常点就行了,不用太,懂了吗? 灵娥禁不住眼口轻笑,熊灵里歪头表示不是很懂,李长寿倒是面露正色。 哼,江灵儿咳了一声,这事就交给你们了,我还要修行,先,先回去了。 言霸,他脚下生风,一溜烟跑得没了踪影。 灵儿盲问,师兄,我们这就去找九十书吗? 找他没用。 李长寿摇摇头,传声道,他自己都搞不明白这些。 就跟九乌师伯的个头一般,就算炼气是能定格自己的身形,但原本没有的东西,也不能直接无中生有,术法算不得真。 这关系到先天道区和自身道基是否能大圆满,轻易改不得。 就如大部分的要修,修为再高,也无法改变自己本体跟脚,是一个道理。 不过,我有几个办法,或许能帮上师祖。 灵娥顿时惊奇道,师兄,你还会这个? 李长寿沉吟几声,继续传声,对灵娥叮嘱几句。 如此如此,这般这般。 灵娥听得翘脸泛红,但师兄说得正经,他也不敢质疑,自是点头答应下来。